前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尼基·海利 今年1月因个人原因而离职 这个位置就一直空缺着 如今川普有人选了 他提名现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凯利·克拉夫特接任职务 据美国中文网报导 现年57岁的克拉夫特在肯塔基州出身长大 从政前是一名商人 长期以来都是共和党的主要捐款人之一 与多位共和党总统都很熟悉 2017年8月成为美国首位女性驻加拿大大使 上任后致力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重新谈判工作 让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解 此外克拉夫特也曾在联合国工作过 他于2007年被时任总统小布什指派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 路透报导称是参院多数党领袖肯塔基联邦参议员麦康奈尔向川普推荐克拉夫特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职务 川普22日在推特上表示 我很高兴宣布提名凯利·奈特·克拉夫特 现任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 还写道凯利在代表我们国家方面出色卓越毫无疑问 在他领导之下美国将有至高无上的表现 恭喜凯利和他所有家人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发表声明说 很高兴川普做出这一决定 克拉夫特大使一直是美国在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杰出倡导者 他完全能升任联合国的工作 蓬佩奥华表示 期待克拉夫特的提名确认 之后能和他在联合国开展工作 根据联合报报导 麦康奈尔也发声明指出 克拉夫特坚定拥护美国利益 将成为美国在联合国的有力代表 相信他能够为美国发声 并表示克拉夫特是这个关键职位的最佳人选 麦康奈尔为向川普推荐这位杰出的坑塔基州人感到自豪 川普提名克拉夫特的消息宣布后 前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利 立即在推特上向克拉夫特表示祝贺 他写道克拉夫特是代表美国的很棒人选 大家都知道他将在联合国为美国发出强而有力的声音 新闻时事报记者孙云山整理报道